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九月 今天是疫情防控 被关在家里的第38天 然后更新一下二姐姐的现况吧 二姐姐照旧 还是这样 然后二姐姐长大了好多 因为我刚刚把她接回来的时候 大概就这么点吧 就这么点的样子 就现在基本上已经长到 我一个口应该是20厘米左右 基本上在20厘米左右了 现在可能20厘米都要超一些 是这样子的 我第一年前两年接回来的时候 因为不太爱给二姐姐吃食 就是我也不希望她长太快 因为我是刚养嘛 她还是挺怕人的 就是因为我是刚养嘛 所以我也不希望她长太快 所以我第一第二年其实喂的特别少 然后后来第二年 就是今年早些时候更新的视频之后 就有些小伙伴说 前两年如果锦鲤鲤鱼如果不好好吃 吃粮的话 可能将来就更加长不大了 想想还是趁着长身体的时候 给她吃一点吧 于是今年大概 也就是今年早些时候吧 风控前两个月两三个月 我就可以会开始慢慢的给她增加食量了 然后就是这样子一罐 这个上浮型的鱼粮 然后现在基本上一次性会给她吃十颗左右 以前的话可能一个礼拜都喂不了她 一个礼拜都喂不了她一次两次的 现在可能每天都会有三十颗左右 因为分了三次喂嘛 就每次都会喂她十颗十颗这样子 导致井里真的太能长身体了 你给点阳光就灿烂了 给点食物就开始长个了 就反正是肉眼可见的大了许多 我以前不爱给她吃口粮 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不知道在哪里 在网上看到说 如果给井里吃太多 就是这种优质 也不用算优质吧 就蛋白质含量好像在40%还是多少 包装我扔掉了 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还是很高的 但是给他们吃这种比较有营养的这个饲料的话呢 也不是饲料鱼饵的话呢 会导致蝴蝶里只长个儿不长齐 就是它的身体会长得很大 但是它的漆齐会 就是生长速度会慢 所以会导致它整个鱼的这个比例就会很奇怪 这是我很早以前看到的一个假说 我最近呢又看到了一些外网的一些 关于井里的饲养的一些视频 又说井里呢 其实就是它能长成什么样 就是它的漆齐能长成什么样 它的身体能长成什么样 都是靠它的基因决定的 就是你后天靠这个控制食量 来控制井里的这个身长跟漆齐 其实是有点妄想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假说 渐渐渐渐的我也就不管这一些 不管这一些假说了 就是还是想着在头两年 它能长身体的时候就给它多吃一点吧 后来有发现 我不管给它吃多少顿十颗十颗这样的粮 它都是完全可以风卷残云的吃完 所以今天就很想做一个实验 我很想知道它到底一顿能吃多少 就可能是一个非常不理智 不人道的一个小实验 但是我会看它的状态而定的 不会疯狂的强塞它 我也想知道井里这种 就是鲤鱼这种物种到底有没有饱腹感 因为我看很多网上 外网内网去查一些文件 都说鱼类其实是有饱腹感的 很多很多那个假说里面说 不要多喂食 是因为怕鱼类有了饱腹感之后 它不吃食了 然后这个食就飘在水中 导致坏水才是 就是提倡大家不要多喂的 希望养鱼的新手们 还有养鱼的老手们 新手们不要学我 就我纯粹是一时兴起 但是是在控制范围内的实验 然后老手也不要来刚刚就是你对 好吧 我这个就纯粹是自己想要试试看 并没有虐待动物 我只是想看看它一次能吃多少吃饱 然后也也想测试一下 之前是不是喂它喂的太少了 所以导致它每次都会吃得很急又急又快 好的 那我们就先准备准备30颗吧 我们就先准备30颗 这里是10颗 这里大概是10颗的样子 我们先把这10颗投进去吧 这10颗应该是分分钟就能干完 吃饭啦 好了 现在浮在水面上的还有三颗 我等它吃完再给它吃下一波 这里也剩10颗 10颗的样子 然后投 今天应该能吃饱了吧 其实口粮的话就是井里的饲料里面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嘛 然后鱼没有胃 所以可能消化的时候会对肠胃有一些负担 所以说有很多老手们都建议喂食的时候就是跟人类一样少吃多餐 就是每天都喂它几顿但是每顿少吃一些 这样子可能对鱼的肠胃会比较好 不容易生病 这个概念我倒是也接受 这是第三波的第10颗了 那也就是现在一共是30颗粮了 好了 进去饭 看它还吃吗 我感觉井里的胃真的是通黑洞 我就从来没有见过它吃饱过 据说鲤鱼是入侵物种 在欧美还是北美那边 因为太会吃东西了 就是啥都吃 就是把别的鱼类能吃的它都吃了 各种垃圾啥都吃 所以导致那个北美还是欧美 我有点看忘记了 就导致那一部分的水源的那个 就都被鲤鱼吃光了 不是井里啊 不是蝴蝶鱼是鲤鱼 但井里跟蝴蝶鱼应该都是鲤鱼的 都是亲戚吧 都是一种 只不过就是被繁殖发育出来的品项不一样 就是说反正之前是看到有资料说是鲤鱼是入侵物种来着 然后外国人就是想办法要清楚根治它们 发现也没办法 因为也不能把它们拿来吃 因为鲤鱼好像长大之后就会有一股土腥胃 它也不好吃 然后鲤鱼到了中国来 那就是跟小 跟那个小龙虾一样的待遇了 但是中国人真的是啥都能吃 物清物种给你吃光了那种 这是最近知道的一些豆芝吃 分享给大家 哎呀这个是胃不饱啊 40克我们今天就到40为止吧 我觉得它好像应该差不多吃饱了 而且感觉它的肚子也没怎么鼓起来嘛 是我以前喂的太少了吗 它不像金鱼可以在水面上妈妈妈妈妈吃半天 它一定要把食物拽到水里去 它姐姐算是蝴蝶里中的中低档次吧 我觉得它也不能算奇奇特别的大 就跟一些精品极品比起来是完全没有的比 但就作为普通的观赏鱼类来说 我觉得也已经足够了 最近疫情关在家有的时候挺无聊的 然后天天在网上刷一些消息 也会挺心烦的 然后就会过来半张椅子 在鱼缸面前 看这二姐姐 也挺解压的 其实会让你暂时不会 不会太陷入到负面的情绪里 所以我觉得养宠物 其实一定程度还是会 对你的身心健康有所帮助 但是我现在 本来是想疫情结束之后去养只鸡的 就是少养鸟 少养鸟嘛 但还是觉得共情的动物实在是 不舍得 就是不敢负责任 因为你一旦养了它了 生理死别啊 或者是一些遭遇啊什么的 会特别的揪心 所以因为不敢对其他的生物负责 所以 所以我可能才会选择 喜欢养一些共情度少的宠物吧 因为其实井里的共情度不是特别高 你脑子就这么点它 你也不指望它记得你 而且它也没有什么互动性 说鱼能跟人互动的 我觉得纯属瞎扯它 鱼只有看到你手里有饲料的时候才会 才会游过来 吃完立刻拍拍屁股就走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不共情的宠物对我挺好的 不知道它能在我家长到多少 好了 那这次 这次机器怪怪的实验视频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